一家三口被关进纳粹集中营,他告诉天真的儿子这只是一个游戏,本期历哥带着电影《美丽人生》。 基督是一个犹太青年和好朋友一起到意大利的一个小镇准备开书店为生。 路上于汽车故障,他和他从天而降的公主多拉撞了个满怀。 基督对多拉一见钟情,在几次偶遇中,他机灵搞怪给多拉带来了许多惊喜。 基督在舅舅餐厅当服务员的时候碰巧得知多拉是学校的老师。 于是他假扮成罗马来的都学,到多拉所在的学校跟他打听周末的安排。 多拉告诉基督周末要去歌剧园看威尼斯,于是基督便跟着前去。 整场表演只用炙热爱慕的眼神凝望多拉,期待着一个眼神的回应。 演出结束外面下起了雨,在迷茫雨势和散场混乱中,多拉悟上了基督的车。 基督也成功争取到和多拉独处的机会。 一路上基督体贴照顾多拉,甚至在地面场铺红地毯让多拉行走一遍弄失双脚。 为了逗他开心,带他去吃细细练的冰激凌,并向他热情地表白。 慢慢地,多拉也放下了心房,向基督敞开,述说自己和父母之间的小烦恼。 一晚上,虽然状况百出,但给两人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或许是命运的安排,基督再见多拉竟然是在多拉的订婚礼上。 偶见多拉,基督很是欣喜,也不忘给她制造惊喜,特意在蛋糕上,表下他们才懂的暗号,早安公主向多拉问候。 后来基督才后知后觉,多拉要结婚了。 过度悲伤的她,工作频频失误。 意想不到的是,多拉十分抵触这个婚姻安排,她找机会躲到桌下偷偷向基督求救,让基督带她离开。 两人在桌下深情勇吻,更加坚定基督带走多拉的心。 最终,机灵勇敢的基督骑着马大胆穿过会场,在大家惊恶反应过来之前,公然将多拉带走。 两个人一同离开,走进一个温馨美丽的花房,开始了幸福的小日子。 几年之后,基督和多拉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孩子,约书亚。 她时常载着多拉和儿子,在意大利的小镇上飞驰而过。 一家人笑得开怀,令人羡慕。 那时的意大利小镇,商店到处写着犹太人和狗不能进入,街道上也布满了纳醉的铁丝网。 约书亚生日那天,不想洗澡的她,悄悄躲在了柜子里,请求爸爸帮忙瞒住妈妈。 基督一边假装找不到约书亚,一边用一年魔法让柜子一向妈妈。 可爱的约书亚也配合爸爸的把戏,一起逗妈妈开心。 一家人起了融融。 然而就在多拉,去接约书亚外婆一起回家庆生的时候,一切美好戛然而止。 回到家,她发现家里的食物家具散落一地,入木一片狼藉。 丈夫和儿子消失不见了。 基督和儿子被抓上了去纳粹集中营的车。 车上约书亚问爸爸我们去哪里,基督说,这是一个计划已久的神秘旅行惊喜, 他们要做很棒的木制火车去完成一个游戏。 于是约书亚似懂非懂地跟着爸爸踏上了旅程。 而另一边,多拉意识到丈夫和儿子要被抓去纳粹集中营。 本不用被抓的他,也毅然决然地随着他们跳上了火车一同前往。 一家人的集中营生活开始了。 集中营的一切看起来都灰暗至极, 为了不让儿子受到战争和集中营残酷的影响, 基督营造了一个美丽的谎言。 他告诉儿子这是一个非常井然有秀的游戏, 小心谨慎,遵守规则。 集齐一千分便可以赢得头奖一辆真正的坦克。 为了让儿子真实进入角色, 他甚至假装懂得德语,冒险为长官翻译, 当让大家的面向儿子解释游戏规则。 不可以哭恼,不可以找妈妈,不可以吵着要点心。 为了赢得比赛, 约书亚也乖乖听从了爸爸的话。 而多拉被分配到了与丈夫儿子分离开的妇女营中, 有一天干活的时候, 她无意间听说纳粹准备以洗澡的名义, 把没有劳动能力的孩子骗到毒气室杀人灭口, 因此十分担心。 她默默望着窗外激怒和约书亚所在的地方, 神情平静隐忍, 只是在挑选受难者衣服时的小心翼翼, 暴露了她内心的死心裂肺。 很幸运的是约书亚并没有和那群孩子一起被压禁毒气室, 她不爱洗澡的习惯救了她一命。 或许是相爱之人之间的默契, 基督似乎也感受到了多拉的担忧, 冒险借着一次偶然的机会, 偷用广播向多拉传许她和孩子问候的声音。 接收到平安消息的多拉终于放下了心, 欣慰而感动。 尽管集中营的生活劳累而黑暗, 基督始终用尽各种办法保护孩子的内心, 让她坚信, 这是一个即将胜利的游戏, 要好好坚持。 当约书亚听说长官会把他们丢进火炉里烧死, 来做扭扣和肥皂时, 基督马上夸张地大笑说, 这是对手的玩笑, 不要上当了。 而面对儿子想要离开回家, 她也假装顺势答应, 只是告诉约书亚, 他们已经以687分取得第一名, 放弃游戏会很可惜。 约书亚在爸爸的劝说下动了心, 继续地留下来。 即便是在那个残酷的世界, 基督也不忘竭尽所能, 充满和惊喜, 借着做逝者的服务之便, 她让约书亚不要发声, 混进军官孩子中去享用大餐, 用餐厅广播为多拉播放她喜欢的舞会歌剧, 深夜的基督背着约书亚, 走回宿舍迷雾中, 无意间碰见了万人尸骨堆, 内心强大如她, 也不免被震慑惊惶。 不久战争结束, 法西斯纳粹溃败, 要对集中营的犹太人赶紧杀绝, 慌乱中, 基督让约书亚躲在一个墙边的铁柜子里, 嘱咐她到外面完全安静了才可以出来, 安着好儿子, 基督立马伪装成妇女, 混进妇女营中找多拉, 却不幸被巡逻的官兵抓住。 在被枪毙之前, 她路过了约书亚藏匿的铁柜, 和儿子眼神对视, 基督用滑稽的步伐和搞怪的眼神, 给了儿子最后的鼓励, 约书亚也真的夺到了一切恢复瓶颈, 存活了下来。 走出铁柜周围一片死寂和宁静, 约书亚站在一片荒芜中, 寻找着爸爸的身影, 突然拐角处开出一辆真的坦克, 是获胜的美国盟军来营救被拘捕的人民了。 约书亚没有想到真的看到了坦克, 两眼放光, 十分兴奋, 她以为这就是千分游戏的头奖, 爸爸没有骗她。 美国大兵邀请约书亚坐上坦克, 一同回去, 路上她幸运地找到了妈妈。 再见儿子, 哆啦激动地流下了眼泪, 抱在一起, 约书亚兴奋地跟妈妈分享着游戏胜利的喜悦, 大喊我们赢了, 多拉也不禁笑着落泪回应, 是的, 我们赢了。 后来周年约书亚回忆起这段往事, 她说, 这就是我的经历, 这是我父亲所做的牺牲, 这是我父亲赐我的礼物。 世雅世上礼物千千, 都抵不过这个智慧和勇敢的父亲, 给孩子留下的美丽谎言。 墙袍, 弹药, 毒气, 酷刑, 死亡, 这些东西看似强大可畏, 但胜利终究会属于人性和生活。 就像向日葵向太阳鞠躬, 无力改变战争实况的激度, 在硝烟中也会向势力低头顺服。 但这朵向日葵, 即便最后都不甘苦死弯腰, 他用乐观积极, 充满盼望的态度告诉我们, 人生终究美丽, 人性终究会赢。 那么今天到这了, 我是立歌, 原作登展, 照料你心。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